春节父母出去走亲戚,只剩下我和爷奶在家,他们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,不可以吃奶奶做的饺子,如果有亲戚过来拜访,请礼貌拒绝,不要让他们进来,爷爷有老年痴呆症,他已经不记得你是谁,如果他清晰地喊出你的名字,请立刻远离他,01,春晚播放时间是晚上8点,如果你在8点之前看见春晚,请立刻关闭电视,保护好妈妈给你买的小熊玩偶,每天睡前请给他唱妈妈小时候给你。 给你唱的摇篮曲,春晚上不会出现,世上只有妈妈好的儿童合唱节目,你可以每天对家里的宠物兔子说话,假如你听到他回应你了,那一定是你的错觉,记得给兔子喂食,他不爱吃甘草,请将每一天你吃剩下的饭菜给他一点,不要打开冰箱的中层,不要打开,妈妈和爸爸会在第三天早上回来,提前回来的不是爸爸和妈妈,不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,哪怕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,都不要进去。 别进去,家里贴的窗花是红色的,如果看见大门上,春节对联上的兔子变成人脸,请立刻将其撕下用剪刀销毁。 晚上睡前,请给家里供奉的神像上香,千万不要忘记,宝贝,乖乖的,好好看家,照顾好爷爷奶奶,爸爸妈妈很快就会回来了。 收到这条微信的时候,我有些奇怪,往年春节爸妈走亲戚,从不会把我留在家里,我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,没人接,又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,还是没有人接。 这时,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剁东西的声音,奶奶正在剁猪肉馅,她抬头对我笑了笑,小乐,奶奶准备包饺子,咱们晚饭吃饺子好不好。 砧板上是一堆,粘腻的红白混合的猪肉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特的腥臭味,我为李永上一股说不上来的恶心,奶奶做的饭你可以吃,但不要吃奶奶做的饺子。 我虽然觉得这些规则有些奇怪,但还是下意识的拒绝了,奶,年年都吃饺子,我都吃腻了,今年我们吃点别的吧。 奶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笑了笑,也是,那这馅料我一会去拿给楼上的牛爷爷吃,去叫你爷爷出来吃饭吧,不要让他睡太久了,我点了点头,来到爷爷的房间,爷爷坐在轮椅上,头歪在一边,合着眼睛正在睡觉。 我轻轻喊了一声,爷爷,醒醒,爷爷睁开了眼睛,他咳嗽了两声,小乐,现在是几点钟了,我好像睡了很久了啊,我刚要笑着回答,一股恶寒却直往后被冒去,爷爷有老年痴呆症,他已经不记得你是谁,如果他清晰的喊出你的名字,请立刻远离他,几点了啊,你奶奶在做饭了吧? 我闻到了一股好香的味道,爷爷的嘴角愈发上扬,浑浊的眼睛死死的看着我,他缓慢的从轮椅上站了起来,但爷爷前年就中风了,他根本不可能站起来,好香的味道啊,我都饿了,爷爷吸了吸鼻子,眼神却贪婪的盯着我,02,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字,跑,我头也不回的跑出了房间,奶奶见到我的样子有些惊讶,小乐,好端端的怎么满头大汗,我颤抖着指了指身后,奶奶疑惑的看了一眼,你爷爷 怎么还在睡觉,你没叫醒他吗?我转过头,房间里,爷爷依旧坐在轮椅上,闭着双眼发出沉重的呼吸声,仿佛刚刚那个恐怖的经历,只是我的错觉,我,我现在去叫醒他,我硬着头皮走到爷爷面前,喊了一声,这一次,并没有发生诡异的事,爷爷傻呼呼的对着我笑了起来,吃,吃饭了,是平时的那个爷爷,我松了一口气,03,吃饭的时候,奶奶打开了电视,他随意的切换了几个频道, 突然停住了,今年春晚的播出时间怎么提前了,现在才七点多钟啊,我愣了愣,电视上,穿着极为鲜艳的红色西装的主持人,对着观众们露出一个夸张的微笑,但当我看清他的五官后,整个头皮一下子炸开了,他的五官非常的扁平,准确来说,那是一个画上去的五官,漆黑的眼睛,鲜红的双唇,那分明就是一个指人,欢迎大家收看春节联欢晚会, 吸,吸吸吸,指人发出怪异尖锐的笑声,底下坐着的观众开始鼓掌,掌声整齐又僵硬,就在这时,这些观众突然齐刷刷的朝着我的方向扭过头,他们全部长着一模一样的脸, 惨白的指人的脸,一双双漆黑的眼睛,充满恶意的盯着我,春晚播放时间是晚上八点,如果你在八点之前看见春晚,请立刻关闭电视,我吓出了一声冷汗,这才反应过来,抢过遥控就关掉了电视,奶奶不解的看着我,怎么突然关了,这歌唱的还挺好听的啊, 我惊魂未定的问道,奶,你刚刚有看见吗?奶奶,看见什么?刚刚不是那个歌手,在唱南望今宵吗?原来刚刚那个诡异的画面,只有我一个人看到,这时,我的手机突然响了,是楼上的邻居许翠给我打来的电话,许翠,小乐,今年的春晚现在就播出了,好奇怪啊,也没有收到提前通知什么的, 我僵住了,焦急的大喊道,关掉电视,马上关掉,你说什么,你那边是不是有很多客人在啊?好吵啊,我只听到很多人在笑,我握住手机的手,一点点的冰冷了下来,我家里,根本没有其他客人,对了,我感觉春晚的节目好不正能量啊,说要给我们表演一个生气活人头的魔术,听起来感觉怪怪的,嗯,爸爸你拿着刀干什么?啊,啊啊啊啊,凄厉的惨叫声,从电话那头传出,噗哒。 像是力气刺入皮肉的声音,一下又一下,咚,下一秒,我听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落在地上的声音,零四,许翠,许翠,我恐惧喊着许翠的名字,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回答,只有沉闷的,剁东西的声音,过了一会儿,电话那头才传来许翠闷闷的声音,我没事,你快吓死我了,刚刚怎么了,你爸有没有对你做什么?我焦急的问道,没事,嘻嘻,我就是被春晚上的活切人头魔术吓到了,你没事? 没事就好,赶紧关掉电视,别问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,反正那不是春晚,许翠的声音显得十分含糊不清,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样,我关掉了,等会我下来找你,你记得给我开门? 我还想说什么,那头就挂断了电话,05,经过刚刚这些诡异的事情,我顿时没有吃饭的胃口了,嘎嘣,嘎嘣,奶奶大口的咀嚼着年糕,明明年糕很软,但她仿佛像是在嚼什么骨头的东西一样,发出极大的声响,听得我有些不太舒服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独特的新甜的味道,这个味道我很熟悉,之前奶奶不知道从哪里弄过来一只土鸡, 说要杀了给我补补身子,当刀划开鸡喉咙的时候,鸡抽出了两下,鲜血缓缓涌出,那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味道,又腥又甜的鞋的味道,此刻,这个味道,是从坐在我身边的奶奶身上传来的,但她除了吃饭的声响有些大,并没有奇怪的地方,我心里有种隐隐的不安感,就在这时,我听到身后传来了嘎嘘一声,爸妈房间的门不知道什么时候,开了一条缝隙,阳台的门半敞开着,风吹的窗帘一会儿,说要杀了给我补补身子,当刀划开开开开开开开 我记得下午的天气预报说要下大雨,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关下窗户,不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,哪怕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,都不要进去,别进去,我想起这条规则,坐在那儿,还是没动,倒是我奶马上站了起来,嘴里嘀咕着怎么走之前忘记关门了,等会要下雨了,这时,风把窗帘吹开了一个脚,我看到一个人掉在了衣架上,他的脚尖一晃一晃的,撞在玻璃上,发出砰砰砰的声音, 我的心脏狂跳,嘴唇干燥的厉害,那是什么,怎么可能会有人挂在那上面,我努力的睁大眼睛,希望是自己出现了某种可怕的幻觉,缠住那个人脖子的东西,红通通的,看起来像是,肠子